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年代是一个淳朴的年代 而这个年代出生的人 更是有一个淳朴的年代进入一个信息时代 而这一代人有人贫不清云 有人怀才不遇 有人欢笑 也有人哭泣 他们在生活中承受着不同的压力 感受着不同的遭遇 其实和其他年代出生的人也没什么不同 只是生活对他们来说 有了太大的变化 那么今天就请各位随叮当一起 从七十年代慢慢地走过来 在今天的节目中 你可以听到很多久违的歌曲 回忆起童年的生活 这样的歌曲你还记得吗 在幼儿园的时候 我们都唱过 对吧 对吧 对吧